以天土龙记忠,赵敏先是派干相去偷袭张三芬,搞得张三芬受伤了,随后再带了几个家臣去武当搞事情。 因为张三芬受伤了,赵敏才敢如此吃无忌当,索性张无忌出现,最终摆平赵敏。 为什么赵敏要先偷袭张三芬呢?难道他的家臣打健康的张三芬一点把握都没有吗? 赵敏手下玄敏二老纵横江湖多年,张无忌当年就是被他们所伤,张三芬也是没办法救张无忌。 可见玄敏二老的武功极为厉害,再就是偷袭张三芬的刚相,后面张三芬也是修养了一个多月才爱好。 最后嘎扎阿尔阿珊这三人各有所长,每一个都身怀绝技,按理说这六个人的配置真的不算差。 对上明教师大法王都可以稳逃生圈,真的对上健康的张三芬就一点一面没有吗? 其实从书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,当初张三芬为了救张无忌,上少林想要致幻九阳神功的时候,少林众生以为张三芬要来报仇那请张的要命。 领头的空性更是说,你要是胡来,我少林也不怕你。 自己家门口来了个老头说话都颤抖的不行,可见少林这些人是有多怕张三芬。 再说空性也算是得到高升武林翘鼠,更何况少林还是天下第一大派,面对张三芬的时候还聚集了千余名声人,底气都雾足了,要是睁开打恐怕也是要输给张三芬。 其实这里就能反映出张三芬有多强,还没动手气场已经强大到不行,另外前面说玄冥恶老很强没错,但是江湖上说这二人的实力居然可以与张三芬对上一掌实属了得,这什么意思呢? 也就是说,这两个人确实牛逼,能和张三芬对一掌,这也表明了一个上限,也就是他们如果遇到张三芬,那肯定是为张三芬三招之内解决的。 至于刚向张三芬一掌就搞定了,阿大阿二阿三等人的话,连武功未能融会贯通的张无忌都能搞定,更何况是张三芬这种级别的人物。 所以说赵敏先派人偷袭是保稳,不健康的张三芬有可能反杀这些人,更何况是健康的张三芬,但几乎是不战而胜的局面。 今天事情春秋就说到这里,喜欢武侠历史,欢迎关注与点赞。